我們家玉蘭花我摘不到 陳怡然媽媽叫你摘玉蘭花 所以他都幫你摘你們家的玉蘭花 然後他摘一摘他就會送我幾顆私家 我就把它種 吃了以後就種 我家搖拆,你放棄我家這樣 把麻煩給你 要繼承我的不當得利 哈哈哈哈 這些朋友新朋友帶來給你們認識一下 但是政府太不了解百姓的苦了 不會啊,你們很開心啊,怎麼會苦 快樂破千戶耶 我們不用哭的吧 我們是快樂破千戶耶 我們總不能哭著過日子吧 那跟大家嗨一下吧 嗨,我們就往下面帶 謝謝你們,辛苦了 三家夫婦,我們姓陳 謝謝你 啊,對不起 他介紹得這麼正式 我臨終校,臨終校 我趕快補兩個字 但是我很熟 所以你們要講成姓陳的 那我們就繼續往他們說 請問那個樹怎麼都乾呢 等會過的啦 這段時間過了就好了 不要放這隻幼海藍 我要房子變了 那是你爸媽的房子啊 那是你爸媽的房子啊 意義不同在這裡 你有來幫我 是我女兒起床的那一隻哭 為什麼會淪落下來這樣的下場 捨不得啊 很多種捨不得 那沒辦法說明的捨不得 太多種捨不得在裡面 五十年的記憶了 五十年的記憶 他要隨時用一個名字說 我要爭水 可是百姓在這麼痛苦的時候 他們想說我們幾度 我們痛苦幾度在哪裡 我們並不是有錢人 也不是有地的人 我們也曾經想奮鬥 可是我們從中有失敗 可是到現在 沒想到我們要 我們還要再重新人力租典的時候 在現在的經濟 讓我們成為一種困頓 因為經濟價值太高了 我們這些 我們這邊下層了 都好沒有辦法勝出 過了就好 也有人忍啊 我們也沒第二個選擇 對不對 就是把日子過得更好 告訴他們你們打不到我們 只能這樣而已 讓自己日子過好一點 快樂一點 你打不到我們 請問財務還是怎樣 我們還是高興興的 只能這樣啦 只能這樣啦 我們這邊居民都是這樣 對不對 在東谷都是用笑的 加油加油 讓日子過得更好 大哥大姐加油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 你們忙 你們今天太忙了 我知道 把這件事先搞定再說 阿常維社區來 至少這陣子我們都還在 那小林電機啊 我們幾乎都在那邊 我們在 也有學生在 因為這陣子沒辦法參加這些活動 因為這也是很趕的 我知道 因為他又要罰我們 我們根本沒有這筆錢 所以在跟一齊啊 我就好討厭你 一看到他我就哭 他尊重我又過來啊 謝謝他們這些學生 尊重我過來啊 他們很幫忙 那孩子很幫忙 他們在上學之際還在放學時間空檔 都過來慰問我們 對啊 他們都沒時間睡覺 都在瞞我們的事啊 好 你們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 好不好 總是要面對啊 沒辦法 逃不掉 我們現在還是會拼 我們一樣在拼 我們不到最後 我們不會放棄 你們走的 我們也不會放棄你們 咱有機會 因為我們走的 我們一樣會 好 你先回來 好 謝謝你們 我告訴你 我一直不敢跟你講 我昨天摔摔摔摔抓好 太早講嘛 就沒有我用力 更用力一點 哈哈 那我沒辦法幫你們啊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你們 沒有 你們看巷子呢 怎麼不見了 這邊 明天早上開 我們去拍那個比賽 好 然後我搬到旺盤 正式去做 因為小朋友還在聽 他們忽略感情的因素啊 對這邊的感情 這邊的感情 你要怎麼去處理呢 那是不是在事前規劃的時候 就要跟我們討論 至少我們走的 甘願就是說 我們什麼東西想要留 什麼東西想要看 哪棵樹我們想要 至少要這樣嘛 讓我們回來再找回 我們共同的記憶嘛 對不對 50年後30年後 我們回來還看得到 原來這棵樹就在巷子的中央 不然你根本沒有定位啊 所以要跟我們討論 那至少我們會甘願一點嘛 對不對 應該是誰啊 那我自己帶他們走行程 我共同的記憶忍 謝謝 我們走走 不要擋擾他們了 他們要趕在財務了 不好意思 辛苦你們了 你們也不能做什麼 只能把 小心看什麼機會吧 謝謝 大家小心點走齁 要瞭解這邊就一定要走小巷子 大馬路你們隨時開車可以過 請問那個樹為什麼要把它切成這樣 他們都要拆 他們都要拆 這跟樹有什麼關係呢 他說 只要是我們在不當的國有土地上的植物物品 全部要拆除 他要看的是地 連樹都要弄這種 所以他們不 就是不補住我們就算 我們光要拆這些房子 這些費用也是我們一種負擔 他們都是有掛鉤 對 他們都拆掉 對啊 連樹都要 所以其實這話就是鎮山掛鉤 現在也是 只要是他們得力的 他一定是犧牲百姓 他本來是永和 來這邊當里長 他以為是住在新典天空那邊 對啊 以前在紀錄上要死的嘛 他怎麼會來這裡變成里長呢 對啊 怎麼會選到他 就是有目的來的啦 問題是他怎麼會選他 對啊 有目的來的啦 為什麼會選上呢 他如果從別的地方來 那個 那個 錦太宇的里長齁 他有帶一些 旁邊的 立委市議員來修飾 對 他現在 他就當里長 他當了20年里長 另外一個民進黨的進來 他那個地方還住半年 然後就選這樣 他完全對比 不行 那個都可以運作 但是 你坐在這裡 我 我踢給社會局 社會局然後就安置我們以後 等到小朋友 然後以後 小朋友長大 然後你們立馬上 是這樣 變成我們的生活變成 就是 踢來踢去 踢來去去 那因為當時 我們也想說自己來 來成就自己的家 對啊 然後因為他這樣一下子 我們 因為這個案件在十幾年前 就已經 有在議論 那我們有參與很多活動 對 然後在那個時候的政府 就告訴我們一句話 我們會安置你們 那因為他說安 所謂的安置我們就是 原本是在朝中 其實有一塊土地 然後後來認為 欸 這個土地漲了 他說不行 我們要異地安置 然後後來又再說 民族西路 然後後來又覺得說 欸不行 他說那塊地 大家就是在討論 那塊地的時候爭執 然後不然 我們可能會安置你們 到某個比較靠山區的 或是靠偏僻 沒有那麼經濟繁榮的社區 那我們也想說 哎呀沒關係 最起碼 我們有個地方 可以住就好 那後來沒想到 他們想 那時候當時他們講說 如果說 那個成本 就是大樓 蓋起來的成本 費用很高的話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也可以 你們可以用 比較那個 不要以其他的市價 來給我們居住 那因為我們沒辦法付 那我就說 對我們就說 我們願意說 看多少的價位 我們可以付一點貸款 就他們那時候也有說好 好到後面的時候 因為整個政府改變 政策都改變 人員也調動 然後那時候又開始說 不行 到後面這幾年 土地漲了 他才告訴我們說 你們是佔用國有土地 我們傻眼了 我十年前 那時候的房價沒那麼高 最起碼我們可以去找別的地方 因為他 你告訴我們要 伊地安置的時候 我們想說 這一點錢 我們可以補住到這個房子 可是那個時候的點 你告訴我們說 你們這裡已經是強制的 我們也可以在外面買個房子 可是現在已經 漲到那麼高的價位 我們到哪裡去買 我們根本沒有地方可以住 所以我們很生氣的是 政府 為了要選舉 用不擇手段 在騙我們百姓 對 他告訴我們這一排 以前老舊的那些 退休宿舍的那個伯伯 他說我會安置你們 就這些人投票給他 之後 我們現在的好龍兵 當時他說他也要處理 到後來 聽說這些公文 他連看也不看 現在把我們當作是什麼 皮球 被我來丟去 那我們現在說 他就是我們 我們怎麼辦 他也不光我們實惠 所以好幾次 我們去澄清 他就視若無睹 你們是你們家的事 我現在是政府 他要怎麼處理 他們家 我隨心所欲 他們家住幾年了 現在因為 一條巷弄 需要說告了好幾位 他們四五戶也需要拆 嗯 謝謝